啊 谁啊 放开我 你是不是有东西掉了 熊男 怎么又是你 大公子 我没找着 把这里给我搜仔细了 敌处都不准放过 是 快 那边 我怎么就成被禁拿的犯人了呢 到底怎么办呢 胡言喜喜 你想跑到哪儿去呀 是你 你不就是之前那个 冲灰房的那个 阿双 四母 你发财了 现在都穿上绫罗绸缎了 一点都不像 从冲灰房出来的 两年不见了 可是有什么心裁喽 我四最爱门来找你了 我现在就有一个发财的门道 不少你有无兴趣 找我 多少钱 两千两 又是两千两 没事没事 有兴趣 可是 这么大块肥肉 你肯白送我自己的 你怎么不拦下来 我倒是想 可是我们得你过目不忘了本事 也是 也是 你现在是当上前客了吧 好说好说 行 既然出门在外 大家就都是朋友嘛 你拿多少钱我不管 只要兑现我的两千两 咱们就有福同享 诸莲碧盒 又 正是此意 那你这次找我 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我要送你这个地方 这画传闻中的四大金森罗汉图 为啥要画罗汉图 我们拿钱办事只管做事 不问缘由 这次规矩 也是 也是 画这种东西嘛 自然是要保密 这又是什么 到地方之后打开 里面是街头暗号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找你 跟你对上暗号 他会安排你的具体事宜 日后还会负责 您我之间的沟通 放心吧 好说 那你回头让主家败好银子 等着我的画吧 对了 你还没跟我说 要去哪儿画呢 礼服 怎么了 我是说 这礼服的门 怎么就这么大呀 这是后门 难道你还想走正门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进来 这死阿双 也不提前告诉我 是来礼服 我换了那么多礼服命 可不能让人知道 我是货喜仙呀 我抓住 这竟然有点 料理 尽管 不依然 我会一会儿 Moje 我 我 可以 我 我 快 好 月华五百路 纷飞令秋天 你念叨什么呢 快跟上 这儿 人我已经带到了 辛苦嬷嬷了 排好队吧 那个是他们管事的吧 他怎么老盯着我看啊 难道是街头人 快说 五百路 帅你 谁 不是他 我是梅香 大公子现在缺一名贴身小厮 你们有谁愿意去伺候的 李大公子杀人魔头 我可不能到他院里啊 梅香姐姐救人一命 生造奇迹浮屠 五 我看中的也是你 什么呢 天色也不早了 跟我走吧 干吗去啊 换衣服干活 我这糟的 是什么孽 记住了 这里就是大公子的别院 孝丰院 这里就是大公子的别院 孝丰院 听久了你就习惯了 梅香姐姐 李大公子待会不会杀红野 爸我也给杀了吧 少议论家主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有一件事 这四大金身是什么呀 四大金身你都不知道啊 四大金身就是我们当今 李府的四位美男子啊 这你都不知道 竟然有人为了满足这种欲求 花两千两银子 云瑶之大真是无其不由 等等 那我岂不是 就可以换云瑶第一美男 李二公子了 傻笑什么 快跟上 到了 快进去吧 这是哪儿啊 大公子就在里面沐浴 进去伺候吧 沐浴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难道大木头不在 连泡个澡都这么生命 有钱人家真是丧尽天量 这不都是水吗 有什么不同 质 Sanskrit 人家真是灑 个笔 我才开的是一个 Å 译品牌